张无忌 敬我三位高僧 阿弥陀佛 杨顶天的仇怨 已于昨晚化解 罗汉相的事 今日也结过了 好的很 好的很呐 张教主 你们几位上来动手啊 昨夜晚辈 见识到三位高僧的神功 忠心敬佩 远不敢再在三位面前出丑 但谢法王跟在下有父子之恩 与明教兄弟 有兄弟之情 我纵然自不量力 却也非救他不可 在下 详请两位教中兄弟相助 以三对三 平手领教 张教主不必过谦 若老那所言不错 如张教主这等身手之人 世上再无第二位 还是人多一些 一起上来的好啊 好狂的口气 和弥陀佛 教主 属下阴天正好令 还是有舅舅 我年纪再大了 大不过是三位高僧 少林派有朔得其素 难道我明教就如老将出马吗 教主 禀教主 属下彭迎玉请令 好吧 就由彭迎玉和外公一同相助本教主 遵命 下语 小心 明教张无异 隐天正 彭迎玉向三位前卫请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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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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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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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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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啊请吧 彭和尚 林大哥 无忌孩儿 你们听着 让我谢训 双手燃满血迹 早应私有余辜 即日你们为救我而来 少林寺三位高僧争招 不管谁生谁扑 双方都定会有所存傻 你们各位仔细地想一想 如此一来 我谢训 我更是罪上加罪吗 义父 无忌孩儿 你下来 你给我下来 多谢三位前辈 义父 昨夜我跟你讲的话 你全等耳边风 义父 您真生无忌的气了 我的话你不听 我怎能不气 孩儿无忌 时不忍惊义父像一个囚犯一样被关在 不必多说了 你快率领本教兄弟 退出少林寺 义父 不 乌鸡 无忌 无忌借义父有难 不能失忆元首就是不孝 沐济 你给我听着 今天你要是违逆我的意思 我就在你面前自决经脉 以免多增罪孽 沐济 你去不去 好 沐济听义父的 你快去 好好好 请 师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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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师傅好 师傅好 二位师傅好 师傅好 好好好 师傅好 该来的 不该来都来了 武林难得有如此盛会 我想好逝者 大多都会赶来附会 各路英雄好汉 各路武林人物 由于义父劫仇 处心极虑 要报仇雪恨的 其他 还有寄予屠龙刀 痴心妄想 想夺得宝刀成为武林至尊的 这场图示英雄会 将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啊 怕只怕隐藏着的成坤 更会有叫人防不胜防的大阴谋 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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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装瓷带来 师叔 你怎么一直在发抖啊 我 我没有啊 师叔 你 还有少林的 僧侣弟子们都以为 我死的名叫光明鼎了 是不是 其实啊 我一直在寺里 有亮在明 我在暗 好了 我不说这些了 庄子啊 你服侍掌门方丈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都好多年了 好好好 那掌门方丈对你最信任了 对不对 还行 好 公文老了 少林派在他的手里日渐示威 我看他该让位了 庄子 我不妨跟你直说了吧 我已筹划一个计划多少年了 我现在时机成熟了 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我啊 师叔 你 你给我吃什么了 吃毒药啊 我让你办的这件事 是 你要是答应了呢 我当上少林寺的掌门人 我替你为达摩院总管 你要是不答应呢 就只好让这毒药 在你肚腿发作去死 您你没有考年的系统 嗯 掌门方丈 请用茶 天下的英雄都登门了吧 是 控制师叔组在负责接待 师父 装词会以您的计划去做 师父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还不了解我的脾气 没有时辰的把握 我怎么会去做呢 谁啊 弟子见过 掌门师叔 你 庄慈啊 快把掌门方丈扶着 你现在可以退位了 少林掌门之职 交给我来做 你利用 我对庄慈的信任 来陷害我 当名教张无忌 来直指你光明顶诈死 当杜娥师叔跟我说 你原真有判少林之嫌 我本人以慈悲为怀 不肯相信 想不到你真的出心积虑 密谋少林 我佛慈悲错了吗 佛没错 佛能有什么错呢 你错了 就是因为你的慈悲 我才可以这样轻易地控制你啊 原真 据我所知 第一次你想瓦解名教 第二次意图控制丐帮 两次阴谋均没有得逞 难道 这次想要做我少林派的掌门方丈不成 别把我看得那么小家子戏好不好 少林的掌门方丈 我真没看在眼里 刘亮 师父 掌门空门 你在我的控制之中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想你知道了吧 我知道